嗨,你好,我是黄老师,你也可以叫我Becky 我有一个学生,他是一位爵士钢琴老师 他说在大学开始的时候,他是学习古典钢琴的 然后到了大三,他才转成了学习爵士钢琴 那么我就问他,学习古典钢琴和爵士钢琴有什么不一样呢? 他说,古典钢琴和爵士钢琴最大的区别就是 古典钢琴是要严格按照乐谱演奏的 而爵士钢琴是即兴的 也就是说,爵士钢琴是像我们聊天一样 我们要先听对方谈了什么 然后再根据对方谈的内容 用音乐语言去回答他 那我又问他,你是怎样从古典钢琴的 按部就班的状态 过渡到爵士钢琴的即兴的状态的呢? 他说,最重要的是 你要有选择性的去听一些爵士钢琴的小片段 消化掉它 并把它和自己已有的音乐知识结合在一起 有意识地用在下一次的表演中 最后把这个片段内化成自己的音乐语言 同样是技能学习 这能给我们学习中文带来什么样的启示呢? 我认为我们至少可以学到以下三点 第一,我们要严格练习中文基础语法 也就是HSK四级以前的语法 我教中文12年了 我发现那些中文说的乱七八糟的同学 基本上都是因为基础语法没有学好 第二,就是要记住并内化一些常用的短语和句子 注意,我这里用的是短语和句子 而且要达到内化的程度 也就是要达到不动脑子就能说出来的程度 第三,你最好能够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教练式的老师 这里我用了适合和教练式两个词 来形容我找老师的标准 在上一个视频中我有提到 我一直也有找老师学习不同的技能 那么在下一个视频中 我会给你分享我是怎样找老师的 欢迎关注、点赞、转发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